其实我们说到了房地产就想到了房住不炒 这也是中央的一个态度 可是为什么整体的进程比较缓慢 我们讲到了房住不炒 知道现在房价被控制了 可是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 房子还是在高位稳定 对不对 2023年的房价并没有回到2017年之前的水平 为什么会这样 其实国家也很纠结 如果一直打压房价 那老百姓大部分的财产都体现在房产上面 再加上我们被银行贷款套牢 我们房子不断的贬值 而我们持房的成本在不断的增加 那么这个时候 可能房地产市场当中就会出现各种各样有产权问题的房子 包括银行的法拍房也会增多 这显然是不利于社会发展的 可是如果呢房价稍微再涨一涨 基于目前楼市的一个情况 老百姓负债到达了极限 而且我们大部分的需求被满足 楼市的交易量在哪里呢 这几年老百姓变得越来越理性 而不是像过去的那套理念 买涨不买跌 而是现在呢变得更加理性 有钱就买 没钱就不买 就观望 所以呢国家也很纠结 但是目前的一个事实呢 就是我们的房价仍然在高位 那要不要去打压房价 要不要让房价降下来呢 我们先分析一下 如果房价一直死扛不降的话 那带来的一些后果 可能是我们老百姓无法承担的 今天我们就具体来分析一下 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呢 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 根据呢 现在的一些楼市的状况 我从呢三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人口出生率将不断持续的走低 进而呢 影响我们整个社会的发展 影响经济的发展 2022年 我们国家呢 首次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看似呢负增长很少 但是你要知道 这只是一个开头而已 那为什么在2022年 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难道是现在的结果吗 并不是 是过去一二十年 逐渐累积的一个结果 过去20年 发生了两件事 影响到了人口的出生率 第一件事 就是自上个世纪 90年代的计划生育 当时呢 如果你生二胎 可能会面临着罚款 总之呢 一个家庭只能够生一个孩子 我们奉行的是少生优生 可是呢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从2000年以后 我们国家的人口出生呢 数量呢 每一年都在减少 那么到了2016年 放开了二胎 有没有效果呢 实际上是有效果的 2016年到2017年 其实生育率还可以 但是自2017年以后 我们的出生率 又每一年都在下降 那在2017年 我们遇到了什么事呢 遇到了涨价去库存 以前房子在涨价吗 在涨价 可是呢 都是在大家接受的范围之内 当时的房价收入比呢 并没有 现在这么高 除了几个大城市 北上广深以外 大部分的城市呢 你奋斗几年 基本上还可以买得起房子 但是17年以后 涨价去库存 直接让这个均价翻了倍 很多普通的老百姓 强行上车 到现在呢 仍然被套牢 再也买不起房子了 或者说 每个月要还着高额的贷款 那还着贷款以后 我们的收入是有限的呀 我们除了房贷以外 我们还有车贷 信用卡 生活 子女教育 等等一切支出 那我们没有钱了 怎么办 我们不敢消费 我们甚至不敢生孩子 那你从另外一个方面呢 你也能够了解到 现在呢 我们结婚的年龄 越来越晚 以前的平均年龄呢 是22岁左右 很多人都拿结婚证 生孩子了 可是现在 很多人到了30岁 才拿这儿结婚 还不考虑生孩子的问题 那如果按照这个情况下去 再过几年 有可能 这个结婚的平均年龄 就推迟到35岁 那么少子化现象 将会越来越严重 而得益于我们现在 医疗科技的进步 老人越来越能活 现在呢 全国的平均寿命 是78岁 那么未来几年 可能会变成85岁 90岁 那中间就出现了 劳动力断层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人口红利的消失 导致到成本的增加 我们现在呢 去买一盒香皂 可能是三块钱 可能未来呢 买一盒香皂 就是20块钱 甚至是30块钱 因为人工不再是 那么廉价的东西了 那你想一想 是不是影响了 整个社会的发展 而前段时间呢 我们听到的是 幼儿园开始大量的抢人 对吧 而且呢 很多幼儿园开始关了 有专家呢 预测未来大学 也会不断的关停 为什么 是因为人口少了 那如果呢 不改变房价 或者说让房价 死扛不降的话 这些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那第二点呢 就是如果房价 死扛不降 将会影响实体经济 什么是实体经济 我们之前也说过 为什么很多人 喜欢买商铺呢 因为一铺养三代 那这就是实体经济 这是属于一个 共银的局面 什么叫共银呢 也就是说呢 有人买了门市 把他出租出去 收取租金 而做生意的这个人呢 依托现在的门市 做生意赚钱 总之这个钱 在不断的循环 以往呢 我们那个实体经济模式 就是老百姓赚钱 然后呢 拿赚的钱呢 来进行消费 消费了以后呢 整个市场经济 就活跃起来了 然后呢 不断的循环 不断的循环 大家都里有钱 而且呢 社会发展的很快 可是在过去20年的发展当中 由于房地产的介入 现在出现了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普通的老百姓 挣钱不多 但是呢 知道房子 金融属性很强 如果不早点买 可能呢 以后买房子 花的钱更多 于是挣到钱 买房子 通过银行贷款 把自己套牢 二三十年 那这中间呢 一直负债 我们就没有办法 去消费 还要呢 抚养下一代 那怎么办呢 就只能省吃减用 到最后呢 被套牢 把自己的青春给耗光了 那还有一部分人呢 做生意 挣钱比较快 但是他也明白 这个房子呢 挣钱的速度 比做生意要快 那怎么办呢 我挣到钱以后 我拿着钱进入楼市 我低价买 我高价买 我赚取利润 哎 到最后 我越来越有钱 可是呢 对比第一种 我们普通的老百姓 越来越穷 那最后呢 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那如果呢 出现了这种情况 穷人永远无法翻身 房地产呢 又成了富人之间的游戏 那我们还如何 在城市当中发展 我们如何 还发展我们的下一代 那实体经济呢 就会停滞不前 我们说 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 对吧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消费 而消费 这是我们国人 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去年呢 前年呢 也提到了 经济内循环 可是经济内循环 现在有没有循环起来 大概率是没有 为什么 因为那百姓 都是你没钱呢 对吧 你即使有了钱 我们要还房贷呀 对吧 之前房价呢 这么高 房价呢 这么高 随随便便买一套房子 一百多万 那么我们每个月 可能还款就四五千 五六千 那之前呢 三四千城市均价 也涨到了一万多 那每个月呢 我们挣 可能就只挣五六千块钱 可是呢 房贷就要还三四千 你想一想 我们哪里还有钱 去进行消费呢 所以呢 到最后 实体经济呢 就会一蹶不振 那还有呢 我们说前几年 为什么要进行反垄断 反垄断呢 都发生在互联网公司的身上 那为什么要反垄断 就是因为 已经影响到了 实体经济的发展 所以呢 实体经济才是我们发展 经济的根本 不能够动摇 那么未来呢 如果房价不降的话 实体经济将会 很难长远的发展 还有呢 第三点 如果房价四康不降 那么房子的空置率将会越来越多 并且呢 会助长投机的不振之风 为什么中央一直在发文 三令五声的强调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 就是因为很多人看到房子的金融属性太强太强了 只要自己有钱就可以通过房子改变命运 虽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过好生活 但是这种好生活是用别人二十年甚至是三十年的青春所换来的 你想一想 这是不是不振之风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现在呢 很多人看到网红挣钱 那么你看到了他挣钱 如果你不需要一个正确的价值观 现在的小孩子就会学坏 就会认为读书没有什么用 而是当网红才会体现价值 现在呢 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当中 有一部分人 或者说有很大一部分人认为 读书无用论 认为呢 只要能够搞到钱就行 所以呢 他忽略了读书的重要性 而是一直说读书没有用 只有搞到钱才有用 那怎么搞到钱 那我当网红呗 对吧 网红挣钱 所以呢 这是一个不正确的价值观念 那其实呢 这件事情放在房地产市场当中 也一样 为什么前几年中介 不好好做中介 而是不断的收房子 吃所谓的差价 就是利益虚心 这种钱实际上 它是违法的 但是为什么大家都在做 就是因为这里面 有太多太多 让人眼红的利润了 对吧 炒房客 为什么肆无忌惮的炒房子 就是因为赚的钱太多了 一大房子利用全款 我50万拿的 我转过头几个月就100万卖出去了 那中间的纯利润就是50万呢 有多少家庭一年能挣到50万 有多少人多少年才能够攒下这50万 可是在房地产市场当中 这些都不值一提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有很多小区空置率很高 你以为房子没有卖出去 实际上是有钱人在全国各地囤的房子 等的是什么 等的就是房价迎来上涨 然后再把它卖出去 然后呢 再赚取利润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资本家的眼泪都是恶鱼的眼泪 不会因为你自己的收入低 而便宜卖给你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如果没有房租不炒的存在 如果没有中央调控的存在 那现在的房价均价是多少 你敢想象吗 你是不敢想象的 我们都不敢想象 所以房住不炒是很有必要的 而且呢 坚决打击炒房的行为也是正确的 未来呢 我们缩小贫富差距也是正确的 共同富裕也是正确的 所以房价死康不降 是没有任何好处的 那今天的视频呢 就讲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